你敢信 这真是漫画界中最苦最帅 在隐藏大佬女主和天花板男主的组合 无法否认 隐藏大佬只因他揭露了他的妹妹 乔晨和他男朋友暧昧关系的事情 结果却被父母赶了出去有点偏心吧 不 雨还事实上才发现他原来是乔家领养的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 是他离开绕城豪门乔家和亲生父母见面的日子 他叫乔念 他背着轻飘飘的书包下楼 无意中听到他们说道 听说乔念的亲生父母是贫困线的老师 他会不会带着一群穷亲戚来纠缠我们呢 这个我会处理好的 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女儿 他不是说今天要走吗 怎么还不出来 肯定是舍不得过我们家富贵的日子 想要留在这里吧 乔念懒得理会他们禁止朝门口走去 他们看见乔念后 继续嘲笑他的亲生爸妈是乡下穷教书的 在这几天里他们都没有来接他 难道连机票都买不起吗 乔父假装友好的给了他一万块钱 不需要了乔念不以为意的回答道 姐姐别客气啊 毕竟你家境不好拿着钱过渡一下也是可以的 毕竟你家比不上我们这种豪门 你回去肯定会不适应 这点钱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乔念懒得理会他们直接离开 这是他收到个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 说是他的二哥来接他车停在门口 二哥 车 考虑到亲生家庭的贫困情况 他不禁猜测会是一样小电车吧 他往前看但车还没有到 左过右盼人呢 念念 你就是念念吧 别走啊姜黎立刻上前喊道 我是你堂哥 姜黎你可以叫我二哥 刚才发给你短信的就是我 乔念一脸猛逼 现实和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样啊 但他马上反应过来 二哥你好 我是乔念 那这辆车 这是哥哥最低调的一辆车了 不是不重视你 而是爷爷怕吓到你 你看这好眼熟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算了想不起来 我有点脸盲 此时的姜黎仿佛被招刺了上万次一样 他居然没有认出他这个顶流男明星吗 那就先上车吧 外面很热 乔念一上车就注意到旁边的帅气小伙 但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念念这位是叶网川我的朋友 你可以叫他叶哥哥 乔念感觉有一道无形的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 拧了名嘴 叶哥哥 你就是姜家找回来的大小姐吗 姜家的大小姐 乔念立即问道 我父母不是乡下教书的吗 那只是你爸妈做公益去乡下执教罢了 但他可是轻大的教授 我们姜家找了你好多年终于找到你了 如果你回去的话 爷爷肯定会很开心 我们已经在城里最大的酒店 水泄亭为你预定了迎宾宴 谢谢二哥 乔念沉默片刻 这个亲生父母的家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 被养父母嫌弃的隐藏大佬 今天正是他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日子 本以为是一个修罗厂 没想到个个都宠着他 除了一朵黑心帘 乔爹跟着叶网川包厢 没想到又碰到乔家库女 对着乔爹又是一顿嘲讽乔爹直接无视 可他们还在喋喋不休的骂着正想过去揍一顿 却被叶网川拉着他走开紧紧不放手 不过令乔爹奇怪的是 以前只要跟异性接触 他就会起红疹子 可现在的他的手是干干净净的 走到包厢里 叶网川依然不放手 暗恋叶网川的黑心帘看到了怒气直爆 瞬间就讨厌乔爹 乔爹也感受到一股无形的目光 狠狠地闪开他的手 看到乔爹江老爷和江富眼角发红 激动地叫着他的名字 然后江老爷介绍起来 这就是你的爸爸江宗景 这是你二伯二婶的女儿江鲜柔 还有他一个江里 乔爹友好的跟堂姐打了个招呼 他却置之不理 江老爷趴乐着念念就连忙叫服务员上菜 趴着乔爹坐在他身边让他多看看他 乔爹对于这个爷爷倒是觉得很是亲切 吃饭中江老爷关心的说着 要为休学一年的乔爹挑一个好的学校上高三 对于这个隐藏大佬的乔爹来说 没有必要高中和大学不过是个文凭 他早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一堂的黑心帘立马嘲讽乔爹是因为学习太差 跟不上而休学而有江家基因可都是学霸 没有见过成绩差而退学的人 乔爹无所谓的说到堂姐你说的对 我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机会学习啊 江老爷对着黑心帘大吼一声吓得他吞吞吐吐吐 我不是 故意的叶望川饶有兴趣的两乔爹一眼 其实绕成衣中不错 黑心帘听到叶望川对乔爹的着想 不知悔改继续嘲讽望川哥哥绕成衣中是不错 可乔念几经几两 若江家脱关系送他入学 到时候他跟不上学习进度自己丢人是小事 拖累了江家可就是大事 江老爷立马对他一顿痛骂 连他的亲哥哥也呵止他 可我可没承认有这样上不了台面的妹妹 黑心帘依然不甘心的大声说着 江老爷猛的拍摄锅子 够了初次见面就这么诋毁妹妹 难道你就很有家教吗 你父母忙着生意没时间管教你 那我这个当爷爷来管 今天回去你就给我好好反省 吓得黑心帘立马闭嘴 乔爹炖了炖这个爷爷真的在维护我这个家 似乎也挺不错的 乔爹微笑的夹着菜给江老爷 江老爷的怒制值从100%瞬间变成灵魂 好好念念爱吃的爷爷也爱吃 踪迹快去让服务生再多上一份这道菜 随后乔爹把他关于读书的事情全都听他安排 江老爷就定在了绕成衣中江里也积极的说 他那有房子入学的事交给他 叶望川也提出可以帮忙照顾乔爹乔爹愣了一愣 你敢信 这三颗看似普通的药竟然被卖到了天价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居然出自一位高中生配置的 就在这时乔爹的手机响了 他告诉爷爷他要出去接个电话 而望爷接着结账 也离开了房间 原来是他的头号粉丝来催他送药 你别搭理乔家那些傻子有这个时间配点要出来 你的东西在黑市已经卖出天价了 这时绿茶也从另一个房间出来 注意到了乔爹我忙完就送过去 乔爹也注意到了转头和绿茶对视了 绿茶立马装作头晕和乔爹的前男友搞暧昧 还有你那个前男友还想高价买你配的药 头号粉丝继续说着 前男友温柔的对着绿茶说 他已经找到一位厉害的神医 等他买下那神医配的药肯定可以治好他的病 那你买给他吗 乔爹也刚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冷笑一声买 呵呵 这时前男友才注意到乔爹 你怎么在这里 哎呀乔念你该不会再跟踪傅哥哥 想要求他跟你复合吧 绿茶往前男友的怀里钻 吃饭时突然闻到了一股子茶味出来看看而已 乔念 我不准你这么诋毁称称 傅大公子对自己女朋友的定位倒是很清晰 前男友气的想上前却被绿茶拦住了姐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傅哥哥甩了你 可是你这么死缠烂打真的很廉价 这时前男友的妈妈拿着衣服给绿茶 看到乔爹就大吼道他为什么在这里 绿茶立马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着伯母 抱歉 我也不知道姐姐怎么得知 我今天要见傅哥哥的事情 还专门追过来纠缠 乔念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还敢死缠烂打我家儿子把衣服递给绿茶 大声斥责看在乔家的份上我给你留个面子 可你也不能给脸不要脸 你这山沟沟里捡来的弃鹰 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豪门千金了吧 乔爹对这帮人也是无语的 突然一只手搭在乔爹的肩膀上 第一次参加家庭聚会 你就抛下大家独自跑出来看猴戏不合适吧 原来是望野 对面三个人记得只痒痒为你小子说什么呢 确实这场面确实像是一出猴戏 你说的对我这就回去乔爹不止一下 可前男友的妈妈上前想抓住乔爹 不让他走就和望野打开 将乔爹护在身后怎么 又是哪家的小辈我警告你这里可没你说话的份 乔爹这时才反应过来 他又又牵着他的手了 姜老爷被外面的声音吵到了 也出来看看前男友妈妈看到是姜老 一眼震惊就立马上前表示恭敬 哎呦姜老你怎么在绕城 还才认识这位男人半天却被他生成为他的人 仅仅因为他的美貌吗 续上一集父母微笑着说 在京市办国画展时他曾见过姜老爷 而他是富家的儿媳妇想邀请他来他家做客 然而姜老爷却对他毫无印象 乔爹略停了一下 下次的巴结看来我的爷爷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啊 当父母得知乔爹是姜老爷的孙女时 他们三人都震惊了 父母立即向姜老爷讨好道 我最喜欢念念 但还没等他说完 乔爹不懈的打断了他 不说不认识 望爷爷补充说 不过这位夫妇人刚才想要打念念什么 你竟敢打我孙女 姜老爷愤怒的说道 哪有的事情我只是 只是 对了乔念是我儿子的 乔爹依然打断了他的话 叫着爷爷离开这里不要为这些人浪费时间 念念说的对 还要送你去绕成衣中办理上学的事情 姜老爷微笑着说道 此时绿茶愣住了 当初他考高中时 家里可费尽心力才为他 争取到了绕成衣中的名额 可他怎么能轻而易举的转学过去呢 前男友看着绿茶脸色不对 立即扶住他 绿茶说道 而且我爸明明说过 他的亲生父母来自贫困县 夫妇人又怎么会认识这样的酸家庭呢 父母见讨好不成 就骂到就一个化国化的小老头 念他年事已高才客气客气 没想到 不就是比我家有钱一点 不知道高贵什么 绿茶假装客气地上前借东风 劝他消消气 别和这群香巴老见识 绿茶一脸坏笑 原来这是个乡下走出来的穷化家 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一群人来到车辆等候区 姜老爷想到乔爹还有事情要做 想让姜黎送他去 黑心莲立即讨好姜老爷 说他晚点有个新闻发布会 他哥哥已经答应要送他过去 姜老爷想让司机送他去 但黑心莲继续撒娇 说让司机送乔爹去 姜老爷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注意到了乔爹旁边的望爷 望川你有没有时间帮我送下念念 黑心莲当即改口 想让二哥陪乔爹去 有时间我的人我来送 望爷嘴角微微上扬 乔爹内心也是无语 我现在什么时候成了他的人了 黑心莲极度的直痒痒的 没过多久望爷把乔爹 送到了他指定的地方 当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望爷问道 要不要我陪你进去 乔爹谢绝了他的好意 向他道谢后便进去了 望爷拿出手机拍照 发给朋友问这是什么地方 原来这是一家非常著名 且难以预约的心理诊所 就在望爷若有所思的时候 手机响起打电话的人 说小少爷不见了 他一脸震惊和焦急 立即立即闻人称过去 女孩正救着这200斤的落水男孩 却被两个狗男女 一直在旁边国放不休 甚至试图阻止女孩的行动 他们认为女孩在胡闹 续上一集 乔爹刚走进门 突然头号粉丝不知从蹦了出来 要抱抱你终于来了 我可想死你了乔爹警告 不要靠过来 我怕我手痒给你一拳 他一脸委屈你怎么这么无情 好歹我也是你的头号追求者 你都跟那个副歌分手了 就不能考虑我吗 不考虑 你又不行 乔爹依然无情 他心都碎了 连忙反驳到什么叫我不行 分明是你不行好吗 异性一碰你 你就过敏还躁愈 你这个病老子就在一个地方 看过类似的 那儿 纯情总裁爱上我 一本网络小说情节了 耶 内容夸张你没听过正常 但里面男主角 倒是和你的情况一样 哪个异性都碰不得谁碰就翻脸 乔丹懒得理他 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一瓶药 倒出了三颗 这是这个月的药 又是只有三颗 我忙没空弄那么多 你忙个屁 我真的很忙 这随你吧 不过最近有人查你 是京市那边的 好像是有危机有身份的病人 想让你看看 他们已经追到这来了 似乎也查到你不少资料 你要不要 不见老规矩你帮我摆平 走了有事电连乔爹 就坐着出租车回去 由于前面管制车 进不去过了乔 就到了中心商场了 让乔爹自己走这么一劫 乔爹不跑下车 这时就听到有人喊着 有人掉下水了 一群人围在桥边上 说是一个小男孩 好像去捡东西 不小心滑下去了 他们抱了紧 却没有下去就小男孩 人群中又看见了前男友和绿茶 绿茶假惺惺的对着男友说 他虽然会游泳 但是医生说过 他不能受凉的 乔爹看了一眼 情况这里的水势湍急 再没人下水 那小男孩就凶多吉少了 乔爹连忙上前挤开绿茶 放下书包 往下跳 一声向小男孩游过去 好不容易抱住小男孩 让他去一直作婚 使他们越来越下沉 再动再动 一直揍你了 乔爹对着他喝斥 可小男孩根本没拼进去 反而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乔爹不得不给他一巴掌 也总算安静了 可这水游越来越急了 好像只得浪去 乔爹被喝了几口水 他的体力都快到极限了 此时的绿茶 在幸灾乐祸这时 乔爹拼尽了全力 终于把小男孩拉到岸边 其他的人也纷纷去搭把手 绿茶十分不悦 真喜欢逞英雄 怎么不在水里淹死 刚才要是能再多掀几个浪头 我就不用在学校看到乔念了 人群纷纷议论孩子的脸 都动亲子了 怕是没救了 好可怜 看年纪好像才五六岁 那么点小就淹死了家里的人 该多伤心了 乔爹轻轻将怀里的小男孩放下 然后给他做心肺复苏 绿茶却指责道 乔念根本不会这个 该不会在电视看了 就学着乱来吧 那孩子还那么小 不如等医生过来 前男友也不幸乔爹 给是医院打电话 让他们快点来 乔爹听着他们两个 在那里叽叽喳喳的 不免觉得心烦 这俩人真过躁 乔爹脸上冒汗 心里有点急 小男孩溺水太久了 单纯的心肺复苏 已经没办法就塌了 眼下也管不得那么多 于是乔爹从背包里 拿出他的银针 他可不想跳下去 费力半天就上来个死人 这时绿茶又在一旁大喊着 哎呀 他怎么拿出来这么多银针啊 可不能乱学电视剧里的针灸啊 乔念你是不是疯了 想出头也不能不顾人命啊 快住手 前男友连忙上前 阻止乔爹乔念 你别瞎闹啊 快走开 等医生过来 能不能别那么多话 烦不烦 乔爹实在受不了 回头对他们俩大吼着 你敢学吗 只需扎上三针 就可以从死人变活人 续上一集 这是乔爹第一次 用这种态度对前男友说话 他一脸的震惊 但依然和那个绿茶 在那里喋喋不休 乔爹不再理会 那两人专注的救治落水小孩 只见他快速往小孩脖子上扎上三针 小孩立刻有反应了 露出痛苦的表情 此时另一边望野手机来电急忙刹车 喂 查到陈辰的具体位置了吗 电话那头的江黎 说着望江南路那一段监控显示 几分钟前陈辰为了捡东西 掉进江里了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但我已经通知消防救援队赶过去了 刚说完江里 就听到那边传来急速的刹车声 吓得他连连开口望穿 你冷静点 陈辰他一定没事的 王爷此时全身颤抖 我答应过堂姐的 原来望野和他的堂姐关系很好 而陈辰是堂姐走之前 拜托他照顾他 他也答应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我就在望江南路附近 现在就过去 你帮我安排下十一月那边 这时小男孩咳了起来 然后吐了几口水 前男友立马变脸十分欣喜 原来 念念他真的懂艺术绿茶心里吸得直痒痒 死乔念哪里会什么艺术啊 就是运气好 狭猫碰上死耗子了 绿茶看着男友露出微笑 觉得乔爹是在勾引他 于是装作心口疼痛 让男友抱着他离开 乔爹也收起了银针 将人在咳嗽的小男孩抱起来 水都吐出来了 脱离危险了 人群也放下心来 有个人提醒道 哎呀 小姑娘 你脖子都被抓烂了 河水脏万一发炎就麻烦了 乔爹摸了摸伤口 我没事 这点小伤 他以前每个月都要给绿茶数300cc的血 那人依然提醒道 你要记得找医生给你检查一下消消毒 小心伤口感染啊 这时有个熟悉的声音 叫着他的名字 他抬头望去 怎么又是江里的那个朋友 旺爷的助理连忙接过小男孩 检查旺爷小少爷没事 应该只是枪水昏迷 乔爹这时才意识到 他就认识这个孩子 于是站起来捡起他的包 旺爷叮嘱助助理将小男孩送过去 随后追上乔爹脱下外套 披在乔爹身上脖子上的伤是沉沉抓的 我带你去医院 小孩子落水吓到了 没多严重不用去医院 乔爹突然感到小腹疼痛 难道是刚才在水里泡太久了吗 旺爷硬拉着乔爹去医院 可依然乔爹拒绝 但他威胁要告诉爷爷乔爹也是一脸无语 多大人了还告状 他有毛病吗 算了还是不能让爷爷担心 乔爹只好乖乖的答应了他 这时肚子又痛起来 该不会是来大姨妈了吧 旺爷似乎也意识到了 注意看这个女孩的脖子被抓伤 还好来得走医院 但凡晚一点就 就痊愈了 续上一击 片刻旺爷就把乔爹送到了医院 让谭主任看看谭主任立马客气的请乔爹坐下 他拿起小电筒看了看伤口 旺爷急着问谭主任伤口情况怎么样 谭主任顿了顿问 还好你来得早 你但凡来晚一点 乔爹略显尬 但凡来晚一点伤口可就要愈合了 难道很严重 那要不要我 突然门碰的一声被打开 念念念念 你怎么样了 姜李很是着急快速走到乔爹的身边 我听旺川说你落水了 赶紧过来了 快让哥哥好好看看你 医生我妹妹他到底怎么样了 姜 哥哥 乔爹这才反应过来是姜李啊 他怎么打扮成这样 我让护士给他清理一下伤口 抹点消炎药膏就没事了 只是简单的发炎吗 要不再全面检查一下 要不然再照个CT查查清楚 这样我现在就去给他开CT单子 不用不用 我保证他人没事 姜李还要说些什么 却被乔爹拉着离开 割照CT时的人体健康有危害 我这个小伤口没必要的 走到外面 姜李倒是松了口气 妄爷似乎想起了什么 拿起黑卡给姜李 我这回走不开 你带他去商场多买几套衣服 打住 给念念买几件衣服的钱 我这当哥哥的 还是出得起的姜李撇了撇嘴 以为一点小恩小惠 就能收买念念没门 姜李推开妄爷的手 想拉着乔爹走 却被乔爹下意识的躲开了 就尴尬的咳一声 带你去买衣服 好 不用自己掏钱 乔爹一脸幸福的笑着买买买 两小时后就到了一片别墅区 乔爹若有所思 这里好像是乔维明之前看上过的 我记得当时因为刚给绿茶抽了血 虚弱的只能在家休养 然后便被彻底一忘 硬是被丢在家里饿了一整天 那绿茶是故意的 说什么身子虚弱的人不能进步 他们一家子都在做着搬入别墅的美梦 后来资金不够 就连购房资格都没有 不一会儿就到了江里 给乔爹打开车门 这是我在绕城投资的房产 买得早不过没回来住过几次 乔爹有点吃惊 我这哥哥到底是做什么的 居然有钱投资这里的房产 江里乖乖的去后备箱 拿起乔爹的东西 你这段时间暂时就跟我住这里了 我会让他们今年少给我安排些行程 多空时间出来陪你 乔爹刚踏进门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在楼梯那里 二哥这位朋友还真是阴魂不散 江里也是有点惊讶 他记得他那套房不是才装修好的吗 可旺爷说房子太丑重新装修 江里记得直痒痒 这分明是个幌子 是冲念念来的 以前爷爷和爷爷说过 要让念念跟他订娃娃亲 他肯定惦记上网 还好念念不知道娃娃亲的事情 旺爷看着乔爹说 搬过来之前 我让人买了一些女孩子的用品 放楼上了嫌弃江里买的太少了 江里更气了他感觉遭到了挑衅 二哥我的房间在楼上吗 我想先洗个澡 乔爹懒得听他们说 江里冷冷的对着望爷哼了一声 立马拿起东西走上楼 到了房间门口就放下东西 主妇乔爹洗澡的时候 记得反锁房门 穿好了衣服再下来 别学楼下那位不就是身材好一点吗 有什么好漏的 乔爹刚走进房间 就注意到了那包粉红色的卫生巾 顿了顿脸微微发红 原来他看出我来大姨妈了 见过这种学霸 休学一年的女孩只需十分钟就 做完数学和英语两张变态试卷 快就算了 还全对着简直妥妥的隐藏学霸 纷纷打脸各位班主任和老师 续上一集 在乔爹进学校的前一天 乔夫和绿茶联合打电话给陈老师 别让他别转进来 而陈老师作为一个小老师没有资格 拒绝他入学 但他会争取把他搞到插班去 第二天办公室里乔爹正在做入学测试 刚拿到卷子就停笔了 他实属想不到这么简单的试卷 竟然给九十分钟这么长时间 实属无趣 十分钟过后他做完了立马交卷 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惊呆了 劝他要慎重 先不着急交卷 这毕竟关系到他去哪个班上课 乔爹果断礼貌拒绝 主任看他这态度 也不再劝说心里暗想成老师说他 是个态度不端正的关系户 是对的谁收他谁倒霉 主任不情愿的改卷半小时过后 却大叫一声 实属不敢相信非要去监控看一下 其他的老师被主任这反应吓住了 以为乔爹做的题太离谱 把他系走了 连忙上前瞄看试卷也同样被震惊到了 数学选择题全对 英语全对一道错题都没有 此时乔爹淡淡的看着手机微信 十二哥发来短信说今晚让旺爷来接他 旺爷也发信息问他想不想去一班 可以帮他安排 而据乔爹所知绕成一中笑归森严 肯让他高三转校过来读书已经算破裂了 他到底什么背景 可以让他想读哪个班就读哪个班 片刻主任从监控室回来说 他已核实他的成绩 并告诉他最终结果 此时绿茶的朋友拿手机给他看 是他保送人意的帖子 是笑贴吧最热门的第一名 还夸他不愧是他们意中的笑话绿茶 一眼春风得意 他朋友倒是不悦了 心里暗想要不是有个有钱的爸妈 就他那点破成绩 稀突然一条热贴直升第一 干新来的转校生摸底满分进A班 朋友难以置信连忙查看吧有互助 他们也不敢相信还直言 如果他们学校的题要是有人考满分 他直播吃想 朋友这是想到了什么 看向一旁的绿茶 今天转来一中的 不就是乔春家的那个假千金 问你的同学是大公司的幕后巴斯 你又有何感想 就是这个高三女孩凭借一几只 立就成为了成峰集团幕后巴斯 仔细想想他曾说的高中和大学 但文凭对他确实是一点不重要 续上一集 朋友额头冒汉将此时告知绿茶 绿茶慌张的抢过手机查看 恨得咬牙切齿 他这才想起他读小学时就次次是年纪第一 上初中后成绩才开始一般的 但是每次期末 他找他帮他压体时 绝有都能压重 这时乔爹刚好走出来 绿茶立马挡住乔爹的巨路 乔爹无视并把他撞开 头又看绿茶一脸愤怒的表情 连忙劝道别和这种不懂规矩的相巴佬 一般见识 他敢打赌他这种臭脾气 肯定容不进他们学校的 乔爹刚打开教室门 愣住了教室里面的人纷纷夸赞乔爹 这时沈青青严厉的叫大家安静 别吓到乔爹了 然后以温柔的语气对乔爹说 叫他坐在他身边 其他同学纷纷不满小声说着 这是明目张胆的跟班里的同学抢走学霸 沈青青叫乔爹别理他们请乔爹坐下 乔爹也热情的介绍自己 沈青青刚好抓住乔爹的手心里扑通扑通的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被新同学电到了 不过他手心怎么有点冷 是不是被吹风的冷着了 于是他踢了一旁萧涵 说他冷叫他关一下窗户 萧涵不情愿的答应了 乔爹被暖到了心想好细心的女孩子 于是乔爹从包里拿出项链递在他手上 说送给他的他更兴奋了 不敢相信这是送给他的 发誓说他会好好珍惜的 这时乔爹收到短信说他等的货到了 一个小时后起拍叫他赶紧来 乔爹立马背上书包对一旁的沈青青说 我等下有事要先走一趟 麻烦你帮我向老师请个假 还没等沈青青回复乔爹就大步走开了 另一边校外车里的乘风集团 老总员永勤正在看着手机 这时乔维明跑了过来 微笑的敲着车窗 看见远总望过来问他投资乔氏的事情 考虑怎么样 这件事要听我们大老板的意见 事事是我理解 只是乘风集团和我们乔氏近几年合作亲密愉快 我想着远总看了下手表 打断他的话说有事就先走了 片刻乔爹从校门口走了出来 远总就热情的打开车门请他进车 远总这次来是问他有没有新的设计稿 乔爹回复着他最近忙上学的事 没时间这几天会抓紧话几个 远总又问到之前打算投资乔维明的那笔资金 现在打算怎么办 乔爹随意说着去拍卖场撒钱玩 解锁新身份 乔丰集团幕后boss乔面 乔爹和爸总望爷竞价 谁会最终得到肉灵中 拍卖会拉开围固 乔爹他们在B01包厢 首先出价120万 当隔壁B02一口气加价到拍400万时 远总询问乔爹怎么办 隔壁一次子加到400万了 我们跟不跟 乔爹面带淡定 跟这个肉灵汁我是在必得 你直接加到500万 在得到乔爹的回复后 远总立即起牌500万 刚说完隔壁举牌700万 他心头一惊怎么办 我们好像惹到鬼了 一直跟我们要价 乔爹依然淡定看着手机无妨 前我有的是 我倒要看看隔壁能跟到什么地步 远总再次举起牌730万 B02780万 B01800万 望爷助理听到这个数字 不经心计望爷 我知道你想拿肉灵汁给小少爷治病 可谁都不知道 这玩意究竟管不管用 而且隔壁包房已经叫到800万 望爷也倒觉得有些意外在跟一手 随便去查查隔壁包厢是谁 于是助理举起牌890万 远总听到这个天价数字 瞬间感觉要炸了 连忙问到小祖宗 隔壁已经出到890万了 我们真的还要再跟下去吗 乔爹依然淡定坚定的说 恩直接出1000万 他们要跟就让他们继续跟 远总再次起牌1000万 助理再也坐不住了 望爷查清楚了 隔壁包厢的买家 是成风集团老总袁永勤 望爷玩弄手中的佛珠 他一个靠珠宝设计发家的公司 从不涉足医药相关买肉灵芝干什么 助理也不知道最终若回生效 肉灵芝归乔爹所有 助理一脸慌张 我去成风集团的袁永勤 NB啊 竟然真把望爷想要的东西给拿下了 望爷有点失落的起身 助理连忙补充道 望爷不如我私下联系联系 看成风集团愿不愿意 把肉灵芝让给我们吧 不用下次遇到再买就是了 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仰起 这个点小姑娘该放学了 另一边乔爹也被起书包起身 快到放学时间了 我该回去了 剩下的事愿意你看着处理吧 行 你放心 我回头直接把东西给你送到诊所 片刻他走出拍卖所 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 转头怎么连来这儿都能遇见他 望爷紧抓住乔爹的手腕 你怎么在这里 这个点你不是该在学校上课吗 开学第一天只有开学典礼不用上课 正好听人说这里有一家奶茶好喝 干脆就过来买奶茶乔爹赋眼的回答 但望爷记得这里应该都是酒吧 那奶茶呢乔爹撇了一眼垃圾桶买了味道一般 喝了一半剩下的丢垃圾桶了 这时望爷才放开他的手光喝奶茶 还没吃饭吧 想吃什么哥哥请你 乔爹突然灵机一动 想吃什么都可以吗 得到望爷的肯定时不忘提醒他行 这可是你说的 片刻乔爹就带着望爷来到小街里的一家麻辣烫店 望爷面露难色 你真要在这里吃 嗯你不是说想吃的都可以 乔爹正找座位坐下突然顿住了转过头来 叶哥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 一分钟不到就秒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续上一集 乔爹看他沉着黑脸站在那一顿 你的麻辣烫要不要辣椒 望爷难为瞥了一眼别人 少放点OK 血旺呢要不要加进去 不要就给我一碗最普通的粉 乔爹貌似看透一切 哦原来你不能吃内脏啊 望爷看他那得意的微笑解释道不是不吃 是吃了会过敏行 内脏类的不要还有少点辣椒是吧 我知道了 片刻乔爹就把麻辣烫拿给正在缩手缩脚的望爷 老板的手艺很好 你快试试麻辣烫要趁热吃才好吃 望爷十分为难拿着筷子愣在那 而乔爹吃得津津有味 就是这味道正 望爷看他吃得好像小心翼翼的佳起 刚放嘴里瞬间爱上了 怪不得他喜欢味道确实不错 我看你和老板很熟 你经常来这里吃麻辣烫 没有经常老板陈沈以前是乔家的帮工 后来不做了才出来摆摊 他家的菜和肉都是每天 早上在市场上挑的最新鲜的 比附近饭店里的东西 这时乔爹就听到陈沈在和别人争论 我不是前天才给你拿了两百块钱 你又花光了 那点钱早就用光了 妈再给我拿点呗 乔爹走过去看看 陈沈警报钱贷不行 这是给你爸交住院费的钱 陈远的混混朋友嘲讽他 哟 陈远 你多少岁了还没断奶 妈妈不给钱就不敢拿了 直接拿了就是了 你爸都住院一年多了 浪费钱干嘛干脆死了算了 陈远气得咬牙叫他们闭嘴 直接动手 其他混混也上前还手 陈沈上前停止 其中一个混混却想把他打开 这被乔爹抓住了 垃圾就该好好待在垃圾场 跑出来成精了 看到翻倒的食材对他们大吼赔钱 混混看乔爹这姿色 眼睛直勾勾的想上前抓住他 却被乔爹迅速将他反手回扣 混地这样够刺激 够爽了吗 草哪里来的臭娘们 敢对我兄弟动手 另一个混混拿起椅子朝乔爹砸过去 突然望爷拦住乔爹猛的将他抬倒在地上 与孩子家家不要打架 到边上去坐着去 乔爹乖乖退后 只见望爷用他那大肠子 一脚把混混踢开 乔爹数只想不到 看他写的那肉片 没想到还会打架 片刻望爷已将所有混混打爬下 警察也来了 乔爹正要走 被警察拦下请随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陈沈看他们进了警车 一点担心他们是为了帮我 才被连累进警局的 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乔总 让他就就念念 大总望爷重返18岁了吗 开始叛逆期了吗 居然吃路边摊跟人打架 还被送到警察局了 续上一集 乔爹刚从审讯室出来 就听到有人叫他 转头一看 是乔维明 他大吼着 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你为什么跟人打架 我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乔爹谈谈回到打架就打架了 难道还要看黄历雪日子吗 你少给我在外面惹事打架 你要是有称称一半优秀呗 保送到京市的大学 呵呵 乔爹嘲讽到乔辰能被保送 不是你花钱买到的吗 乔维明血压飙升你 这是什么态度 警察看他要打人立马斥责 哎你干什么 你什么人竟敢在警局打人 手放下来 我是乔念的 我是他爸爸 他惹的是我听说了 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然而他却是怕乔念拖累 称称他才不会来捞他 警察正要给他解释 你则已经摆好姿势 局长好 乔维明立马回头 一副讨好的丑脸菜局 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 我是乔维明啊 之前有幸和您吃过几次饭 我是为了乔念来的 还不知情的局长 一脸开心着说 原来乔总是乔念同学的爸爸 你有个好女儿啊 呃 说来惭愧 他从小就这么不懂事 他刚说完 只见局长走到乔爹面前 轻轻拍一下乔爹的肩膀 我听说你考进了绕成一中的A班 我们绕成又多了一个人才 谢谢叔叔夸奖 乔维明一颤A班 秀称才上B班就平叹 怎么可能 是不是 弄错了 局长疑惑回头什么弄错了 那个 关于乔念打架的事 哦 你说这个是啊 还没等局长说完 乔维明大吼乔念 等一下乖乖跟我去道歉 听到没有 局长上前挡住 你来之前没有问清楚 今天是怎么回事吗 我知道他当众寻心姿势 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乔总怎么比我这个警察局长 还了解案情了 乔维明感受到了压迫 额头冒汗 不过我也是因为听说乔念惹事才会 局长没再理会这个蠢货 笑嘻嘻对乔爹说 乔念同学你好 我叫蔡刚是骗区负责人 感谢你今天的建议勇为 我一定会让你们学校 好好宣传下你的英雄行径 乔爹礼貌拒绝 还是不要闹到学校为好 乔维明依然不幸 继续大吼什么建议勇为 乔念 你不是打架惹事吗 局长再次无视 想要派车送他回去 却突然传来声音 怎么这么久 车已经到门口了 望爷双手交叉靠在墙边 乔爹从局长手中 接过书包和蔡局聊了几句 耽误了点时间 乔维明脸色错愕 居然局长给他提包 而且就这么走了 我赶来的路上 从顶头上司到绕城江家 再到城峰集团和魏家 甚至京师那边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 都是为了保乔念 因此他继续说 蔡局那 你看乔念这打架 局长鄙视 居然现在还看不清局势 真是傻缺 直接离开了 车上望爷叫助理 回江里的别墅 此时了解事情经过的助理 脑都快乍丝 没想到安爷 居然会跟着他跑去失路边摊 还在大街上跟人打架 助理偷瞄一下望爷 难道望爷忽然重返18岁 开始叛逆期了吗 乔维明是个傻缺就算了 既然他的妻子和女儿 也是没长脑的 不分清红皂白 就直接惹乔爹 真是不知死活 续上一集 直接回去的路上 乔爹无聊的看着手机 突然收到了多条消息 魏楼和袁总发来的 你怎么样出来了没 我给市局打了招呼 怎么样 警察那边放人了吗 嗯 我没事 乔爹给魏楼和袁永勤 发消息没多久 那个菜局长就来了 他们不可能这么快 难道是 怎么吓到了 没有 好好休息醒来 就到在了片刻 当乔爹下车时 妄爷拦住了他 等一下 妄爷对他仔细检查 看上去没受伤 上去早点睡 以后别逃课了 乔爹脸上泛红 他离我也太近了 我 然后慌张离开住里 看到妄爷笑了 很是惊奇 少爷好久没有这么笑了 随后妄爷问道 我让你查的那个神医 有消息了吗 我查到一点消息 就被人黑了电脑继续查 再留意下别的名医 只要能给晨晨看病的 我去看看 妄爷往屋里走 将离今晚又不在 我不可能把他独自丢在家里 明天再说 回到房间的乔爹 就跟卫楼聊了起来 乔小念你可以啊 居然能让鸿蒙的人出手 把追查神医的人 电脑黑了 鸿蒙是个极黑客 贩卖消息 矿石等为一体的联盟 乔爹也是无语了 到底是谁 跟狗皮高药似的 一直调查我 次日乔爹刚进教室同桌 立马向他道歉 我对不起你 你让我帮你请假 我给办砸了 名乌乌 老师问你去哪了 我嘴快 说你上厕所去了 我错了 当时要是想得 好一点的理由就好了 没事本来就是我麻烦你 你没被我连累吧 老师没为难我 但让你去主任办公室 一旁的梁博文 担心说道 小小八卦一下 你和B班乔成关系不好 确实不大好 那你可能会有麻烦 因为今天乔成他妈也来了 让你过去 估计不单单是因为早退 多谢提醒 片刻乔爹来到办公室门口 就听见里面的讨论 乔念的卷子是大家一起批改的 总部可能都看错了吧 反正我从没见过哪个学生 能考满分肯定作弊了 而且他怎么能入学一天 就无顾旷课不服管教 乔爹敲门报告 来得快进来 主任你找我吗 你昨天是不是逃课了 我有事就 还没等乔爹说完 绿茶就插嘴了 乔念你就实话实说吧 哦 那要不你帮我说 我要告诉老师他们什么 绿茶故意抄大声说着 当然是 告诉大家 你昨天打架进橘子的事情 你说乔念昨下午在校外打架 还进了警察局 一堂的A班班主任愤怒上前 主任他旷课的事情 我可以不计较 打架我绝不能忍 我们A班绝对不能要这样的学生 乔母乘这个时机说道 杨主任我希望你开除乔念主任 这这这 开除会不会太严重了 我们家给学校捐了楼 就是想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乔念打架逃课 教唆同学撒谎 学校难道不该给我的交代吗 可是 乔母打断他的话 直指乔爹开除他 也是我们家委会的重度 御查装模作样拉着乔爹的手 结巴昨天才把你从警察局里保释出来 你打架的事 大家都能查到档案 你就承认错误 别让大家失望了 乔爹狠狠甩开他的臭手 谁跟你说是乔维明把我保释出来的 乔维明 我昨天是去过警察局 乔爹淡定拿起手机 乔母一脸得意 看把杨主任我没冤枉他吧 他自己都承认了 自己打架斗殴进了警察局 但乔母一身怨气 昨晚给老乔气的脸多黑了 什么都不肯说 谁说我一定是打架斗殴进的警察局 难道不能做好人好事 你跟人打架还狡辩 你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你跟人打架在警察局留着有案定 陈沈也知道你是不是非要我把人叫过来 才肯承认 你叫陈沈来试试 乔爹你昨天打的一个人是富哥哥的表弟 表弟说昨天还有个男的跟你在一起 你逃课打架跟社会人鬼混 乔母催促主任立马把他开除 乔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乔爹不慌不忙地拔动电话为菜局 你昨天说的那个事我同意了 麻烦你现在过来吧 你敢相信 这个女孩仅仅是个高中学生 就能轻轻松松赚了1.8亿 续集来袭 打完电话后乔爹悠闲地坐在那里 乔母气得脸都绿了 随后她也拿出手机 她不过是个山沟沟里出来的香巴佬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下拜 正好我也打个电话给警局 让他们带你暗地来 半小时过后警察敲门 我们是萧山警察局的人 乔母立马换了一副嘴脸笑嘻嘻地迎接他们 快进来 你们辖区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一起聚众斗欧事件 绿茶假装好意继续劝说 姐只要你给富哥哥表弟认错 我会帮你求情 你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警察还没让我改过自新 你先帮我认了怎么 你是警察 蔡局长进来时注意到了乔爹 乔念我还以为你在教室省的我去找了 你终于愿意让我上门表扬你见义勇为的事情了 乔爹起身迎接蔡局长 辛苦您特地来一趟 任何绿茶脸上错愕 乔母不相信蔡局 你是不是搞错了 昨晚明明是乔念在街头跟人打架被抓紧拒去了 我老公去把人保释出来你老公是 乔我没说清楚 我老公是乔氏集团总裁乔为民 你老公没告诉你吗 你们家就一直这么 不分青红皂白的诋毁好孩子吗 乔母吓得愣住了 蔡局长没继续理会他 来到乔爹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昨晚一群社会青年当街殴打市民 乔念同学正好碰到了 建议勇为还配合我们寄了笔录 这件事情我要好好表扬一下他 这是我应该做的 听蔡局长这么一说乔母心不不颤 还有前段时间有孩子落水 市民写信来表扬的人也是乔念 当时那边上还有其他一种学生 只有乔念不顾自身危险跳下去救人 主任拍了拍乔爹的肩膀 笑嘻嘻地说我就知道乔念是个优秀的孩子 我一定要全校表扬 事情解决后乔爹走出办公室绿茶也跟了上来 有事 姐就算是我们误会了你 你可以跟我们解释啊 被你打的那人亲戚是在教育厅当领导 你不怕被开除吗 你 没书读了可怎么办啊 我倒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就闭嘴一直吵吵 像个长蛇腹 绿茶器的咬牙切齿哭了 他竟然无视我 他到底在得意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吗 他同桌看到立马上前安慰称称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乔念欺负你 只是有点误会 他想欺负你 也要问问我们毕班的人同不同意 我一定要让他跟你道歉 滚出一中 正刚下课临声响时 乔爹就收到望爷的信息 第一天上课感觉如何 没看黄历 突然盯着一声响 打开一看 眼睛发亮 提醒消息 只有收益1.8亿 收益率500% 真是巴士低狠 这时他注意到了他前面的同学 纷纷讨论着 乔念能转到我们一中读书 全靠爷爷的关系 上头特批的 他分班摸底 考满分也是老师开后门了 为了让他进一班 所以班花成绩不是真的吗 我看贴吧上说 他把币班校花欺负哭了 乔念也太霸道了点 同桌气得大喊 你们说什么呢 乔念才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 那男同学吓得立马回头我 我们是看学校贴吧 贴吧上这么说的 那你们也不能胡说霸道 乔念你告诉他们 你是自己考进来的 你就是很优秀 才不会作弊 嘴长在别人身上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 可是 网上的人会越说越离谱 议论也越来越多 乔爹也是无语注了 天啊 堂堂霸总望爷 竟然向高中生要糖吃 续集来袭 下课铃声响起 乔姐走出教室打开微博 以他的能力轻松将那个帖子删了 完美解决 发帖子的人立马出现 拦住乔爹乔念 帖子是不是你删的 让开好狗不挡道 你别嚣张 总有一天 我会跟所有人揭穿你的真面目 让你滚出一钟 他气得咬牙切齿 每刻考六十分才是你的真实水平 下次考试你可就没这么幸运 片刻乔爹来到了医院 顾三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不是乔小姐吗 他手上拎的是肉灵芝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乔爹就进了电梯 你说要去闯荡出一番事业 三个月你还一事无成 约定好的你该回学校好好读书 你以为我想回去就能回去读书 你以前读的哪个学校 我帮你回去绕成一中一班 班主任很强势 他不会同意我回去拉低班级平均分 这么巧我也在一中也是一班你 我去读书了 另一边他们也坐上电梯 他不吹了过来 顾三疑惑乔小姐身边的男孩子是谁啊 下意识回头瞄一眼望眼 旺爷脸色这么差 该不会吃醋了吧 于是连忙上前打招呼 乔小姐好巧啊 叶哥 哥 顾 叫我顾三 我家里排行老三 来医院看成什么 乔爹点了点头 这正好顺带教育下熊孩子 念念我刚看到你和一个 同龄的男孩子在走廊说话 那个人是谁啊 顾三额头冒汗 快点解释清楚 不然旺爷就要酸死了 然而让他大开眼界的是 旺爷在帮秦迪解释身份 是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男孩叫陈远是吧 陈婶的儿子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我外甥陈陈 上次你救了他 他一直想见你 见完我们一起回去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间豪华VIP病房 旺爷打开房门 就听到陈陈大喊着 我不吃不饿 不玩玩具不用你们假惺惺来看我 你们出去 齐神起来了 叶齐晨 顾三连忙劝道旺爷念念还在这里 别发火 小少爷你不起来看看谁来了 呵呵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哦旺爷小少爷不起来 你干脆先送乔念小姐回去吧 听到乔念的名字 陈陈眼睛发亮立马起来 我起来了 起来了 乔爹走过去就发现他的脚 似乎有问题 陈陈脸上泛红米 我 我叫叶齐晨姐姐就好 乔爹从裤袋里拿出磕糖味给他 我叫乔念 糖好吃吗 好甜 这是乔爹注意到旺爷看着他 貌似理解刚刚是最后一个了 不是吧 全科都考了60分 这不就只有学霸做得到吗 无奈只好全科考个150楼 才能证明学霸身份了 续集来袭 A班班主任找校长对质 校长陈远都休学三个月了 您竟然还让他回一班 沈老师你不要这么紧张吗 陈远之前的成绩不差校长 马上就要开学考了 我们班已经有个休学一年来的乔念 再来个休学三个月的陈远 你让我们怎么考 沈老师陈远肯定会回你班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 当他回到办公室时 就听见B班班主任嘲讽A班时垃圾收容所 开门 陈老师那不是要提前恭喜你完成逆袭 哈哈 赢了个垃圾班有什么好恭喜正常发挥而已 道歉 我哪个字说错了 乔念以前考试门门六十分做必进的你们班 陈远高二的课程都没读完 来读高三你们班不是垃圾收容站是什么 你说A班是垃圾班 你们B班每次考试都输给垃圾班 那你们B班是什么 垃圾都不如班 马上开学考了我们班要是超过A班 你就要把优秀班级的称号让给我们可以 此时教室里一片死气沉沉 沈青青拍了拍书你们一个个的不好好背书 下周开学考你们想输给B班吗 谁想输啊 还不是因为我们班有人拖后腿 B班是针对乔念吗 B班是针对我们整个A班 吵什么吵 别忘了我们都是A班的人 要赢都赢输了一起丢脸 乔念你刚转过来 大家不了解你的成绩很正常 你觉得你能考个多少名 大家是一个班的人 你报个数我们心里有谱 争取把你和陈远的分拉上来 考不好也没关系 我沈青青班上其他人 我们都会努力把你成绩拉上来 按乔爹以往的习惯考个不上不下 意思意思就行 那就第一名吧 他们瞬间冻住了 觉得他没睡醒叫他认真点 乔爹态度坚定说他是认真的就第一 开学考当日乔爹考场在B班一号位置 沈青青递给他小抄 让他再备一下攻势 正好被绿茶他们看见了 嘲讽他们要作弊 乔爹把小抄扔进垃圾桶 那你可得看好我怎么拿第一 然后无视他们去考场 沈青青拍了拍乔爹瞧面 你不要有压力 你发挥出正常水平就好 无我尽量 片刻考试中 一个小时后乔爹放下笔 这次的考试太简单了 距离交卷还有一个小时 先睡一觉吧 B班班主任冷笑 不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作弊 还算有点自知 呵 草稿纸上空白一片 看来议题都不会做 接下来几场考试 乔爹照样那样 四场考试都在睡觉 其他人议论纷纷 这次B班赢定了 害乔念摆长这么好看了 只是个花瓶 才一双拳笑花还得看乔琛 突然乔爹手机发来信息一颤 我有急事 先走一步 此时办公室里 主任开口道 这次开学考试卷难度很高啊 平均分大家都别抱太大期待 主任你这是在安慰沈老师吗 天啊 这个学生的试卷太完美了 最后一道题出错了 他把题目给改出来了 还给了两个解法 我们一中的天才 哪位同学 是乔念 怎么可能 他肯定作弊了 陈老师说话要拿出证据 这个考场不是你兼考吗 乔念全科满分额 除了语文没有写作文 扣了四十分以外 你敢信堂堂医院主任 竟给一个高中生当下手 还想当他的徒弟续集来洗 当绿茶和渣男 得知上次掉进河里的小孩 是京城那边顶级豪门的小少爷 立马厚着领皮来医院 陈陈也不傻超胸的 把这两种东西赶出去 他们只好飞溜溜 当初电梯就碰见了乔姐他们 御茶器痒痒的觉得 乔姐知道小孩的身份 专门来抱大腿的 突然想起一件事 跟渣男说我爸爸合作的 成丰集团老板买下了肉灵汁 我加钱让他卖给我 我们治好业家小少爷的病 他家人肯定会感激 我们的另一边望爷告知乔姐 下午陈叔病情恶化 检查发现他脑子里长了个肿瘤 我已经联系京市人民医院的专家 他们很快会到 但病人已经陷入重度昏迷 等不及京市的专家 也不一再挪动 只能尽快手术 陈嫂只好答应 但医生犯了难 他们医院的医兹力量 对这个手术没太大把握 乔姐把书包拥下 我来病情我大致了解了 给我准备无菌符 立即开始手术 故传男女之幸 信不过乔姐望爷愣了一下 我还以为乔念 只是看起来和普通女孩子不一样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 乔念就站在那里 却像个谜 脑外科医生刘怨怨嘲讽乔姐 你来吗 我们几个医生都没把握的事情 你一个学生万一致死人了 你负得起责任吗 嗯 我负责呵呵 你开什么玩笑 你拿什么负责 治病救人不是断家加酒 你负责得起吗 我拿着条命负责如何 我如果手术失败了 我把命赔给陈叔 陈沈立马指住她 你别乱说什么死啊活啊的 你叔不知道 别担心我不会让陈叔死的 刘怨怨看到主任 主动把主刀让给乔姐 连忙问主任 你疯了吗 让她试试 如果是她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片刻 手术开始 主任给乔姐打下手 不到一会儿一旁的刘怨怨 以及其他人直接傻眼了 这高感的手术手法 从莫见过 这哪里是高中生啊 主任也被震惊了 上次她给人急救的时候 我就知道 她并非胡闹的小孩 天啊 年少有尾 不知道她能不能收我为徒 四个小时后 顾三有点坐不住了 妄爷都四个小时了 乔小姐还没出来 要不我叫江大小姐过来 她可是一颗大的高材生 我相信他妄爷万一 我不是诅咒乔小姐不行哈 万一出现意外了 还有人来顶着 你是说江仙柔 比三甲医院的老医生厉害吗 她就是捅破天了 不是还有我们顾三愣住了 我丢妄 爷 这是把乔小姐 纳入自己的保护圈了吗 这时医生出来了陈远 立马上前问道 成功手术非常成功 就算今世最权威的专家 也未必能这么成功 片刻乔姐一身疲惫的走了出来 妄爷快速上前 陈叔手术很成功 陈沈他们已经过去了 嗯 知道了 果然学霸就是牛逼 作文都不写 还能考个710分 续集来袭 虽然乔姐很是疲惫 但还在想着陈叔的事 陈叔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还需要稀有金属帮他接骨 他才能像个普通人一样站起来了 东西只能让鸿蒙帮忙查了 这时妄爷一把将他抱起 避免与他接触 只要异性触碰他 就会过敏长红疹 乔姐又了一下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不会 还有江黎 还有爸爸和爷爷 妄爷叫他别乱动我 抱你去骑尘那里睡一会儿 他房间大那张床是他外公 从今世专门给他定制的 你躺一会儿 顾三却皱起了眉 小少爷从不让人睡他的床啊 要是小少爷不愿意把床让出来 那多尴尬啊 此时VIP病房里 沉沉无聊的玩弄玩具 乔念姐姐下次什么时候来啊 舅舅会不会带我去见乔念姐姐吗 不然门被打开了 看到乔姐就异常兴奋地叫了生姐姐小声点 他累了 沉沉能把你的床让出来 让他睡一会儿吗 他刚做完手术 站了四个小时 顾三还在以为 小少爷怪力的脾气 不可能让出床位 然而下一秒令他傻眼了 沉沉很乐意答应了 并主动地爬下床 姐姐我不知道你要来 这个送给姐姐 他很乖 有他在可以保护姐姐 谢谢沉沉 走吧 我们先出去让他好好休息 对了 怎么没告诉我 说了句晚安 然后走了可乔姐任床完全睡不着 但三分钟后却睡得嘎嘎香 四人一早乔姐回去教室 却出其的安静 他们干什么呢 看到乔姐回来的教室瞬间吵闹起来 乔念来了A班之光啊乔姐 乔念你知道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吗 按乔姐的作风除了作文 他嫌麻烦没写之外 应该是710分710分啊710呀 乔念你是全校第一名 陈远也考了全校第十二名 据说隔壁B班的老师 拿到校排名脸都绿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 乔姐倒是松了口气 旺爷这个大奸商竟然这样对乔姐 续集来袭 教室里乔姐被靠在椅子上 翻出手机里一个隐藏的软件 魂道上的人几乎都认识这个字母S鸿蒙 一个极黑客 贩卖 消息 矿石等为一体的联盟 乔姐输入账户密码 登入进去群里立刻炸开了锅 纷纷质疑大老号被盗了 乔姐看着他们在里面斗嘴 饶有兴趣的眯起眼睛 手指飞快输入 是我帮我查一下这个东西 有人疑惑这个是稀有材料吗 各国都管控的很严老大 你找这个干嘛 我有用帮我找一下国内哪有 不惜代价尽快弄一点 乔念回完消息 直接退出了软件 漫不经心的想起昨天的事 叶齐成那个小家伙 走路也是一搏一搏 拿到这个东西 或许他也能用上 把他跟陈叔一起治了 与此同时 旺爷将陈辰带回VIP病房 看见乔姐不在陈辰眼睛 一下子暗淡下来 跟泄了气的皮球四 旺爷薄唇一勾 他回学校上课了 如果你听话 我带你去接他放学 陈辰刚刚搭耸下去的 小脑袋猛的抬起来 这时顾三从外面进来 旺爷鸿蒙在黑市上 开高架找稀有材料 放点消息出去让他们加钱 顾三愣了一下 您又不缺钱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让你找的医生还没找到吗 那个神医鸭根本找不到人 旺爷这个人 会不会根本不存在 黑市上还在卖他做的 要不可能不存在继续查 顾三突然想到了 什么般猛的抬起头 旺爷乔小姐不是会医术吗 要不然让乔小姐 给小少爷看看 但转头一想觉得不好 还是算了我再去找找 放学时乔姐收到了 一条没署名的短信 内容就两个字加钱 他眼尾烟红聊起 三分野性难训的傲骨 气笑了般喝了一声 开了酒味数出来 还要加钱够黑啊 他刚把手机放回兜里 一辆黑色的兵力 忽然停在了他面前 小包子那张Q 猛可爱的脸 立刻从车窗探出来 猛子亮晶晶的望着他喊姐姐 姐姐上车吧 我们来接你放学了 刚坐上去望爷就问道 你刚刚在路边看上去不太开心 发生什么了吗 没事在网上遇到了一个 大奸商 吃线长一致以后别上当就行 乔姐气呼呼的点了点头 片刻他们来到了水泄轩 刚下车就有人打电话给乔姐 他皱了下眉头 直接把电话挂了 这事后面就传来 B班班主任和绿茶的对话 陈陈乔念还是不接电话吗 我毕竟是老师 哪有老师跟学生道歉的 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没事陈老师 我给他发个消息过去 他看到了肯定会回我 这时他们才看见前面的乔姐他们 乔念你也在这里 正好我有事跟你说 陈老师你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听到最好你明天去 跟你们班上的人说 不用我道歉了 绿茶立马摆去 一副圣母的架子劝说着 乔姐不为所动 巴黎圣母院烧了所以 你无家可归了吗 我在教育局有人信不信 我直接让你退学 这么有本事 还来跟我说废话吗 这时望爷挡在乔姐面前 陈希老师是吧 绕成一中校长的电话 麻烦你接一下 什么校长少糊弄人 望爷将手机扔过去 电话那边就传来校长的声音 陈希老师你被解雇了 我会向上汇报 吊销你的教师证 校长我我我 你这会毁了我的职业生涯的 我向乔念道歉还不行吗 望爷快讯拿回手机 晚了 绿茶难以置信看着这一切 怎么会这样呢 堂堂全能大佬 竟然被人坑了 到手里的钱钱飞了 续集来袭 乔姐被靠在椅子上 打开手机里一个隐藏的软件 小弟告诉他 对方回消息了钱少了 乔姐猛地站起来眼里冒 竟然还要加钱可恶的大奸商 他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小弟却说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抢银行哪有抢你来钱款 乔姐克制住火器 再加一次钱 如果对方还不松口就换个方法 不提前让对方开条件 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 拿起桌上的水杯 真是可恶的大奸商抢我钱 另一边望爷就收到信息了 又加了一倍吗 还挺有钱 暂时不要给他们答复 晾着他们等他们在家 事情你看着安排挂了 乔姐叫了生夜哥哥 望爷立马上前 冰箱里有牛奶 我给你热一杯 谢谢 乔姐就跟在他身后 但他突然停下了 自然而然乔姐撞上了 当心点学校里有人欺负你吗 怎么算欺负 让你不开心的都是欺负 可以告诉哥哥 还行吧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 那就好 四日一早同桌 看见乔姐桌上有小纸条 拿起来一看脸色突变 正好乔姐走进教室 同桌立马收吼 怎么了 乔 乔念你吓我一跳 听说B班班主任被开除了 嗯 随后同桌回到座位上 紧握那张纸条 竟然有人给乔念送恐贺信 等会下课去看看那个家伙是谁 乔姐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的反常 纸条是从我位置上拿到的吗 当下课铃声响 同桌慌张走出教室 乔姐也跟了上去 同桌来到目的地发现没人 没见到人难道是恶作剧吗 这时咔嚓一声响 乔姐跑上前并大喊躲开危险 下一秒乔姐 怎么再抱住他倒在地上 接着迅速用手抖住了掉下来的钢管 念念 我不知道会这样 没事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随后他们来到医务室 医生给乔姐包扎伤口并叮嘱到 等会去医院打破伤风 伤口不要沾水 这时校长他们匆匆赶来 你们都没事吧 胳膊擦伤没有大碍 顶楼钢管好好的放在那里 怎么会突然掉下来砸到人呢 前几天下雨 堆在那里的钢管滚了下来 差一点砸到他们 所以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吗 校长要不要再查一下 我总觉得太巧了 这不是意外事有人蓄意谋喊 沈青青捡到了有人约我出去见面的纸条 才查看 只要查纸条上的指纹就能知道是谁 门外的心机女心里一颤 绿茶看她突然间的慌张 恍然大悟 这就是赵敬威说的 要给乔念教训 真是废物一个 然后气愤愤离开 此时望爷已收到了信息 就立马赶来学校 校长一颤下一秒 正要跟望爷解释 可望爷却无视她 眼中带有担心的看向乔姐 手还痛不痛 很疼吗 乔姐愣了一下她怎么来了 还好 别看人家是个高中生 却早已成为鼎鼎大名的鬼才设计师 续集来袭 这时望爷一把将乔姐抱起 斜眼看向秃头校长 这件事要怎么处理 不用我多说吧 试试试夜少放心 学校一定给乔念同学一个交代 随后抱着乔姐走出去 吸引周围人议论纷纷 乔姐一直黑着脸 直到上了车则被倒 我的手只是挫伤 还有我伤的是手不是腿 然后往窗那边靠 望爷小心翼翼说道 生气了吗 瞬间车内更安静了 乔姐愣了两秒回复 没有 觉得我不该像刚才那样 把你抱出来吗 下一秒乔姐火气直爆 你知道还问 我完全可以自己走出来 不是叫我哥哥吗 你叫我一声夜哥哥 我看你受伤 仅仅想带你去医院 只是长辈的关心 不用这么紧张 乔姐翻了个白眼 你看我像傻子吗 无语开口 我只是把手臂擦伤了而已 没必要闹这么大 你应该说幸好 你这次只是手臂擦伤 你爷爷 你爸爸还有江林 他们都很关心你 我有义务好好照顾你 这时乔姐呆住了 我不太清楚 这也算长辈的关心吗 因为在乔家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所谓的关心 四日一早乔姐下楼 就听见望爷打电话 严查凶手 学校已经查到 监控凶手是赵敬威 已经送到警察局 竟然这么快吗 以后这些事情 哥哥会帮你处理好的 我谢谢 另一边乔维明 来到了成峰集团公司找袁总 然而却被告知 袁总要接应贵客没空 乔维明急了 苏秘书今天有急事找袁总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袁总抽点时间出来 这样啊 那乔总就在这下面等着吧 万一袁总有空 我再通知你 愣在原地的 乔维明气得咬牙切齿 这段时间 成峰集团的项目 已经不再跟乔氏合作 资金就要周转不过来了 突然他看到苏秘书 客气地给乔姐带路 等他反应过来 他们已坐上电梯了 小祖宗你怎么才来 你这手没事吧 软组织挫伤 要养十天半个月 养得好活动如常 养不好就继续养 你最爱的橘子 是我加了方糖不酸 喝点补充点维生素吧 原因你不用专门给我准备这些 我平时也很少过来 你总会来的 设计部最近怎么样了 小祖宗你再不来设计部和市场部 人头皮都要抓烂了 怎么样有设计搞了吗 最近忙着上学 没时间画图 最近休息随便画了两笔 你看看 你的东西还有不好的吗 业内大名鼎鼎的鬼才 设计大师S 现在国内还有谁不知道你的名字 这次的新品发布会 你还是不参加吗 不参加 随后乔姐就拎起书包回去 此时还在等袁总的乔维明直盯着他 真的是乔念 袁永晴刚刚就是为了见他而放我鸽子吗 他为什么会认识袁永晴 一旁的服务员批了他两眼 那位小姐 可是我们袁总的贵客